祠祆泰國分會 慈濟泰國分會自2015年起 每個月為難民提供一次益診 六年多來 醫護人員 志工 與 當地NGO 不分國籍 種族與宗教 一起守护难民的身心健康 泰国曼谷医疹活动 六年多来 服务难民超过八万九千人次 为了解决难民 平时生病需等到大医疹 才能就医的问题 志工希望增加看诊天数 决定成立议诊中心 其实上人在三年前 就希望我们申请诊所 因为他说难民不可能 一个月生病一次 他希望我们开诊所 然后一个礼拜 不管是两天三天都好 我们就有办法 帮助更多弱势的人 开会讨论集思广益 克服疫情期间种种困难 终于顺利申请到医疹中心许可证 看诊天数也随之增加到每星期两次 提供难民免费的医疗服务 最近泰国疫情升温 医疹中心首次提供服务的第一天 病患已患有慢性病 必须持续服药的难民为优先 让病人事先线上报名 控管病患人数 全体依旧谨慎防疫 保持安全距离 实时消毒 我很开心 因为我们做了难民的国际诊 我们做了六年 那今天是我们在第七年开始 我们今天是第一次的诊诊 那我觉得大家都非常的欢喜 不管是病人 还是我们在同仁 还是我们的法庆 大家都很高兴 我们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练习 我们在这边 都很高兴 我们在这边 都很高兴 我们在这边 我都很高兴 都很高兴 根据统计 泰国曼谷和周边地区 来自40个国家地区 大概5000名难民党 难民和寻求庇护者 在不能合法工作的情况下 病痛就医的费用 成了他们很大的负担 随着疫症中心的成立 不仅改善难民医疗品质 更能照顾到更多难民的健康 斯科拉 坤大 泰国报导